宝贝们,坦克330真牛逼啊,才33万呢,我可以放心去研究坦克520手车了,为啥宝贝们,我总感觉坦克330太硬派了,然后呢舒适度差一点,再就是它欠缺点东西,比如说百六十的KOR在配上,我相信头一批1000位车主会很开心,但是说是限量1000台以后出不出咱不知道,估计卖的好的话会出的 毕竟丁家稍稍微微有点太便宜了,宝贝们,能让你白给我点关注吗,你看,我会干个什么,坦克500二手车呀,零公里包牌的车这玩意儿,我省个十几万我不想嘛,但是兄弟们,关注不白点,看到这儿,我告诉你,坦克500的二手车它很极端,要么兄弟们,就是公里数少,这玩意儿当宝贝开的,你即使卖,那可能真是缺钱了 但还有一种,买回来之后站起来开,死尽祸祸祸的,为什么?他一问卖车价,妈呀,这开几千公里不到一年,我赔了十多万,我受不了,我必须死尽死尽祸祸祸祸,我站起来开,我脑袋冲天窗外边开,我把油门踏板踩弯了开,我把刹车踏板履直了开,直接胸的一脚压照油箱里,死尽死尽踹,那,突入了四万多公里的这种,是便宜 但是这种车,兄弟们,他吃过的苦有多多,你知道吗?他受过的苦,可能有的四驾车一百万公里,他都没受过 所以说想研究坦克500的,一定要看清车况,好吗宝贝?点赞关注,祝你发财 哎,对了,你觉得坦克330,是什么样的人买?如果猎马跟他,你会怎么选呢? 没事扒拉扒拉,懂车地,看看车员行情,2020年买车便买贵了,啊宝贝